精油 你看到有点炸 炸点煲烟 炸爆点煲烟 你要讓它降溫度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像我們這樣子把鍋子提上來 它的溫度就會降低 我們小時候炒菜用的是那個柴火 柴火 柴火沒辦法控制大小火 所以喔 為了控制它的溫度 這個我們學著會好平坡 它現在方便多了 現在都不好煙 等下你會充製鍋 大概就留一碗雞鍋的什麼動作了 所以要自己在家裡面放那些老人家 在炒菜的時候還要吃個雞鍋 它裡面是變成一種習慣了 而且他們大概都不大會去送那個柴火 它就是靠雞鍋來下鍋子 好 會有那種習慣的大概都是小時候喔 用過柴火照回來拿 現在的年輕人喔 這個習慣大概不會有那個習慣 這習慣大概不會有那個習慣 那当然有一些 我们所谓的掌虎 掌虎草的那个 鸡肉啊 他们就会 他们还会有一些那个鸡肉啊 因为它就不会那么大 今天来吃一道 跟对草味不错的料 叫秋果 秋果 来周人啊 不大喜欢秋葵 为什么呢?有的人觉得这个秋葵 吃起来就够够凉凉 跟这个有一道菜就有同一种 同一样 这两道菜其实对糖味道很好 但是吃起来就是有那种够够凉凉 所以两个都不喜欢 那你说秋葵为什么炒起来之后呢? 会让你够够凉凉 其实那个关键有两个 一个是秋葵它本身的种子里面 就有比较包的绸状的物理 就是我们的凉凉的物理 那第二个呢?就是很简单的说 就是炒秋葵的时候 你把它加水 加了水之后就把里面那个 稠重的物质呢?给融出来 所以整个呢看起来几多多凉凉 那基本上我是不加水的 我一直在讲说炒菜不要加水 炒菜不要加水 那个水对菜 真的不是个好东西 那你秋葵 你要切什么形状切都可以 你高兴就好 像我都习惯喔 小型的秋葵呢我就对半切了 那有些秋葵在秋天的时候出唇 大量成长的时候那个秋葵比较大 那我可能就会斜切 那一斜切大概就三块 那你说整个秋葵要把它炒到 完全没有那个丝丝的粘形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把它炒老了 炒干了 那也不好 因为那个十四的粘性 对人的肠胃是很好的 秋葵对我们的润肺啦 还有肠胃啊 非常好的品质 所以只要不看到 你现在看到的话 就是这个黏黏的东西 开箱门上 好 好 好 咸醋啊 本来就行了 那个 就不加油了 它也没有那么 秋葵的量没有那么大 出水性没有那么高 好 好 好了 那我们再加上 这一道是一定要的 季度夏宏冬的辣椒酱 夏天不开胃 我们就吃个辣辣的 很多人看到我这样加 会觉得说 啊会不会太咸呢 没有啊 所以讲不会 因为我的辣椒 我们家用冰的辣椒 在里面没有辣 爽 所以它根本不太咸 那 我自己做的那个 鲜猪肉呢 我们也没有用的鲜 跟我进口真的不太咸 当然 咸不咸的口感 有一个不大一样 那我是觉得 这个咸味我还好 好了 就是味道 鲜猪肉 它串口就结束了 可以看到 现在粘粘的变少了 这个粘粘的变少了 那就可以了 要淘楼了 哦 要淘楼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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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